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为了以下三种体验 第一 徒步攀岩 当人家专业的叫攀岩 我这充其量就叫做攀爬石头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奇怪的石头 那时候你会看到个身体 这次就像过来一样的石头 你会看到我比较薄人 你会看到别的石头 你会看到我排断影 你在大方的水里 你会看到我这样的材料 你会看到我这么一个人 120元 你会看到我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从来没有发现原来攀爬石头也挺有意思的 或者说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感受 又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景区 一个人拥有全天下 这片散落的岩石像是被外星人遗忘在这里的 他们形态各异 好像特意摆放在那儿似的 当然他们的造型远远不止这些 更多的骑士怪装等待着你下次来探索 爬完了岩石 人们来这里的第二个体验便是野外露营 别看这是一片乱石荒野 但却是人们喜爱的网红露营地 只要你愿意尝试 总会有独属于你的体验 晚上我要在这找一个露营地 看一下露营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就是早上醒来第一眼就能看到风景 拉下窗帘就是曙光 这片营地完全属于自然荒野 你需要自备食物水等露营装备 当然好处就是 你可以不受打扰地享受这一片宁静的天地 因为这里没有任何设施 营地也是免费的 但是不收费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所欲为 也需要遵守保护自然的管理规定 在指定点露营 当然如果你对野营没有把握 你有付费营地 那你会配备一些基本的设施 今天露营的晚餐 桂林米粉 露营过后就是终极体验 摄影天地 来到阿拉巴马山 就像进入一个摄影师的梦幻世界 这里可以让你无限发觉对美的独特视角 在这里 你可以在清晨的阳光下捕捉风门间的壮观日出 也可以在傍晚的余晖中抓拍雪山上的神秘日落 在形态各异的骑时映衬下 天空的颜色 远处的山脉 都会变得更加辽阔深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旅行之所以有意义 是因为它不仅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和心灵 在自由穿梭于天地之间时 更是去体验生命的无限可能 这就是今天的电影之路啊 希望今天的视频的话 请来帮我点赞哦 一个人拥有 一个人拥有 我又到露营地了 今天终于有一个 带桌子的露营地了 所以呢 准备吃桂林米粉 哇 这个露营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呢 大概有20个露营点吧 但是目前就我一个人 哇 煮好了 我就准备在车里吃了 我的小桌板 其实外面没有那么冷 只是风比较大而已 尝一口 嗯 好香哦 现在气氛大概在0度左右吧 吃一碗又辣又热的露营米粉 真的是超级爽